恭敬,这位就是葛亮刚刚送过来的高人 敢问这位高人,你究竟是何人 在下作词 作词,这不是巧了吗 我是作曲的,江湖传言,许有物,周郎顾,说的就是我 既然大家都是同行,那方文山你应该认识吧 不认识,张文远我倒是挺熟 二位,那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人物吧 吴侯,你可是天神下凡哪 哦,敢问俺是哪路神仙 拖塔李天王,就是你了 俺有这么威猛吗 这拖塔李天王跟俺好像也没有什么交集啊 吴侯谦虚了 你俩不都带过十万兵马,且输得不胜裤衩吗 主公,我看此人和当年的鱼籍一样是个骗子 不如一刀杀了吧 吴侯千万不要上这个叛徒的当 当年你大哥就是因为杀了鱼籍暴毙而亡 还给你留下了一个小嫂子 如果现在你再有什么三长两短 这大小桥不都全得归周瑜嘛 嗯? 呃,那个什么 呃,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 因为你有狼固之相 你这不是哥正恶给牛魔王结声 瞎扯犊子吗 狼固之相说的不是司马懿吗 啥时候轮到我了 取有误 周狼固 这不是你刚才自己承认的吗 这么看来莫非你真帝会看相 那是当然 相由新生 其实我是一个心理学家 是不是真帝哦 当然是真的 那你说说 我心里在想什么 虽然你的智商低得令人发指 但以我的法力 依然可以作答 你想的是小 我不听,我不听 公警赶紧把这个骗子赶出去 主公,我抓到一个奸商 哦,这小老头怎么奸你了 他卖给我一匹马 居然要我一千万 老头,就算是吕布的赤兔马 也卖不了这么贵吧 赤兔马算什么 我的马要厉害多了 吹牛,赤兔马跑一千里 最多只要一天的时间 你的马行吗 那算什么 我的马跑一天 绝对用不了一千里 主公,这老头还卖给我这个盆 要价两千万 这不就是个水盆吗 怎么这么贵 这个盆乍一看是个水盆 但实际上 它是个花盆 有一句马买皮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就算它是花盆 也不值这么多钱吧 花盆只是它表面上的伪装 你不要被它的外表欺骗了 实际上它是 鱼盆 算了,袁让 你就睁着眼,逼着眼吧 这老头指定有老年痴呆 主公,他还卖橘子 是你有毛病 还是他有毛病 老头,你这橘子 又想卖几千万一个 你有小儿麻痹吗 橘子怎么可能卖那么贵 一百万一个而已 我还就不信邪了 我就花一百万买一个来尝尝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抱歉啦,青 这次没抽中哟 我他妈 或者又或者 我可以做什么 snap 我可以做什么 你是不是